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好久不见你日记 我现在有一点睁不开眼睛 终于出大太阳了 今天是双十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仓库 看一下发货的情况 终于终于呢 每年的最大的两个大厨 双十一双十二都快要结束了 我现在是一个比较空前的状态 终于可以给大家拍下你日记 明天生日咯 明天生日不在 但我们都还没有安排任何的东西 我要想想看明天生日 小姐夫给我一点惊喜嘛 必须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先问你一下 泰国那个床你买了没有 那个稳账 OK 我们现在去仓库 带你们一起去逛一逛 拜拜 我们已经到了 好冷 开始 开始捡货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有错 它每一个都需要扫码 然后打包 而且会有第二次审核 就他们在打包的时候 还会再扫一次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不会搞错的 我已经从仓库出来啦 我们现在回家去 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以去看海王吗 今天不行 今天有点累 明天生日带你去看 不是生日看海王 生日里不是看海王可以吗 真的是好硬服 每次经过这个大烟囱啊 都觉得好恐怖哦 我还记得我特意查了百度 说这条路上的这个烟囱是什么 然后是发现是一个发电厂 哇 超恐怖的 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一个香水 是一个香水来自兰蔻 是他们最新出的一个香水 叫做美丽人生 最近也是在网上看到超级多的香瓶 哇 包装还是很漂亮的 我们来试一下看这个味道吧 嗯 刚开始闻的话 是一个比较清新的味道 有一点点的果香 然后慢慢的它会出现一种 比较花香的那种甜美的感觉 但是不会很腻 是一个比较淡雅的这种花香 可能是因为它后调是雪松的原因 我觉得它这个雪松的味道 跟花香去结合 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会给你一种比较有质感的香味 所以不会那么甜腻 是比较淡雅的清新 很有层次感很有质感的这么一个后调 我觉得这一支香水是大多数人 都会喜欢的那种味道 送给女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 好的闺蜜都是一个很好的香水的选择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它的后调 在接受度高的同时 它的后调又会给你感觉很有质感 是很独特的一个味道吧 最后的后调 耶 喜欢 这个太乱了这个客厅 我先咋扫一下 好了 金牌干溜 再上我的一点点乌鲁奶茶 完美的搭配 休闲娱乐一小时 哈哈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饭 生日晚餐 对 带着大家一起去陪我一起过生日 那么先去买一支蛋糕 哇 看看今天的小姐夫 对呀 霸道总裁集市感 我们到啦 我们现在要去买蛋糕咯 好赌呀 超级赌 小姐夫 嗨 买那个不哥东京 在这里面 加速加速 商场里面的灯光很漂亮 哇 哇 哇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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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一个小的好了 买光丽 栗子蛋糕还有吗 有六寸的 这个四寸的有什么 四寸有什么 四寸有什么 四寸有马不老 这个是吗 好的 这是我们的蛋糕 谢谢 我们买到蛋糕咯 这个场景跟我们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一模一样 好快哦 时间过得 我们现在赶紧 赶去我们吃饭的餐厅 在商场里都是圣诞的歌曲 感觉好有气氛 有点期待我们圣诞节去 香港的时候的那种圣诞的气氛 应该会比上海更浓一点 小姐夫 你怎么会在这呢 看我这样子拿蛋糕跟我去年的时候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要在那绑鞋带 你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你像一坨屎羊的绑鞋带 那我今年要不要放我帮你绑 不用不用 什么四寸的 很大的是吧 六寸是这么大的 那也可以 四寸的就是正好 这样子我可以一个人吃完的那种 是这样子的 六寸是这样子的 还记得吗 这里熟悉的地方上市 我们来个这里 华尔道夫 yes 谢谢 哈哈 哈哈 我们到啦 你好 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到啦 我们吃饭的餐厅是一个法国餐厅 他们已经有那种圣诞的装饰 还有圣诞气氛 谢谢你 我帮你拍吧 好呀 帮我拍一下 感觉我穿的是最酸气的一个在这里 大家穿那个那个羊毛衫 不冷吧 不冷 挺好的 我点了一杯热红酒 是他们圣诞特别推出的 很好喝 很好喝 啊好开心哦 一天都被圣诞的气氛包围 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就喜欢这种很温暖的冬天的感觉 好恶心哦 哈哈 小脸本你干嘛呢 你在忙什么 对给你尝一口吧 肯定就是那种姜苹果的味道 Cinnamon就是那个桂皮的味道 还蛮有冬天的感觉吧 不能喝多哦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好像是一个青豆的汤吧 mix mix 尝一尝 我反倒觉得这个青豆汤还不错 皇帝鱼刺山 它左边那样是什么 肉末啊 不是肉末 它是那个美国核桃什么碎 这个味道就不错 哦它们有葱 它有那种小葱 会给你很不一样的味道 闻上去有一股红烧肉的味道 很难想想 这个菜是我的菜 是我的菜 女士面前呢 换了香煎鹅肝 旁边有些青苹果泥 搭配的柚子泡沫 然后中间给你准备的香草蒜蓉汤 边上呢是一些牛 青煎的牛蛙腿 然后先生面前是一个青蒸的多宝鱼 配上一些 结瓜粒和小番茄 下面是一些法国黄酒 谢谢 谢谢 嗯 看起来是不错的 上面是什么 我的家还是不错的 好 我来一下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可以许个愿 HAPPY BIRTHDAY TO YOU 许个愿吧 现在 我要放给你那一边 生日歌我不会唱 唱一个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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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去许愿吧 吹的好干脆 我们要切这个 他说会有很多的水果出来 真的会有水果 我们已经有三个甜点了 小姐夫刚才说 把我们刚才买的蛋糕留给他 他是16号过生日 问我保质期可不可以待到那么久 三个甜点最好吃的一个是这个 love a cake 超级纯的巧克力味 也不会太甜 真的很棒 快 小姐夫把你蛋糕递回去 走起 一顿饭后他已经转换了身份 他变成了小姐夫的蛋糕 我们现在回家去咯 不跟大家多聊啦 回家之后我就要赶紧睡觉 因为我明天还有一个拍摄的工作 小姐夫拍小姐姐 工作 我们的工作花絮 拜拜 明天见咯 急急忙忙 急急忙忙出门 快快快 生日的第二天 生日之后的第一天 就是这种情况 又是愉快工作的一天 看我的脚本 是一个小演员吧 我们今天要去家里中心拍摄一个视频 大会儿见吧 今天可能拍不了很多的内容 到时候把我视频里面的内容插进来给你们看 我再说一遍 亮吗这个 超亮这个 家里中心从12月14号 也许是今天开始会有圣炭的露天集市 开始 你好 你好 我要一份 要一份啊 是 德国烤肠 先烤先卖 好 谢谢 谢谢 哇 谢谢 谢谢 我拍你吧 我的天呐小姐夫 你肯定超爱的 你不是说生日要吃德国烤肠吗 去啊 后天我生日啊 对 我一定要乱一点芥末酱 哇 现烤的 好吃 是一个南瓜的蛋糕 南瓜的 好吃吗 珍惜现在 珍惜身边的人 Time is love The time is now 拜拜 嗯 嗯 终于到家了 好累好累好累 累的我都不想说话 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Good morning 哇 又是亮瞎我的节奏 今天上海终于开太阳了 昨天又下了一整天的雨 所以今天还是编视频的一天 接着晚上的时候 会跟小姐夫一起出去吃个晚饭 因为今天是她的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小姐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呢 真的是 超级朴素的外卖对不对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很好吃 它里面 真的是一个锅 这一家很傲娇 它就是直接把砂锅送过来那种 但是很好吃很好吃 很烫 谢谢 它是一个爆炸花椒捞饭 然后我要把那个饭倒进去 小心满转 真的有点多 ok不说啦 我要开始吃早饭咯 要订去日本的机票咯 妈妈的小姐夫 APP上面显示只剩一张 他说我们两个只要分开订 他就一定可以订成功的 然后他订成功了 我这个已经订不成功了 怎么这么不靠谱呢 要不你先走 我要留在上海了 那小姐夫一个人给你们拍Vlog 选了半天 我最后还是打算要穿 匡威出去 走 我们现在出发去吃晚饭了 因为是小姐夫的生日 然后我今天就跟他说 你可以选择我眼影的颜色 因为是你的生日嘛 然后他就给我挑了一个紫色的 我今天就朝日理下画紫色的眼影 这是我第一次画紫色的眼影 虽然也不是特别明显了 因为我的那个刷子 可能也是不太干净吧 然后就有一点 棕棕的感觉 这个小姐夫有点丑啊 我们现在打算出发去吃晚饭 有可能是德国香肠 你选定了没有 你要吃德国香肠还是花椒鸡 再开五分钟我会 康星期 好不好 一个是他做梦梦倒的 另外一个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 难以抉择在生日的当天 要不两个都吃怎么样 我们去德国香肠买一份香肠 去花椒鸡店里吃 怎么样 那没法吃 他会忍了忍了就没法吃 他还挺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 到底小姐夫最后选择了什么 我们到了 最后小姐夫选择的吃花椒鸡 本来是要去楼上吃的 但是楼上呢 超级难排队 我们打电话去的话 已经要排到12点钟 现在才9点多嘛 所以我们打算还是吃七七吧 味道也差不多 其实 穿了一个T 一个牛仔裤再加一个 你要吃 你觉得喝椰子好还是喝豆奶好 我觉得你喝豆奶好 那我就喝豆奶 我现在要去买美桶 因为我们大伙打算去看海王 然后我今天又没有戴一线眼镜 反正每次只要是需要用到一线眼镜的时候 我都不会戴 现在要飞奔过去 因为还差15分钟就10点了 那些店就会关门 要赶紧赶紧 冒长眼镜 关门了已经 人生太难了 没有吧 没有 他还没上啊 对啊 我靠 那我速度还挺快啊 天呐 那不是死了多少星啊 那我可以盲眼看啊 来了 我们还赶上了上菜 想不到我的速度还挺快的 喝口豆奶 来 压压筋 椒眼玉米 吃花椒鸡的时候真的一定有 可以有椒眼玉米一定要点 卧槽我的嘴啊 我一定要吃 超好吃 还来的菜来了 赶紧的套 饿死我了 熟了吗 应该熟了吧 今天头发好帅 不好看吗 好看啊 漂亮 两个只送给你 太棒了 教你们做多虾 不脏手 一看 就下来了 然后前面自己把它给弄 弄 就可以给 OK 就下来了 厉害吧 不要用嘴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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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海王的一天 又是没有海王的一天 明天 五天之前 说带我去看海王 今天几点钟呢 十一点现在 嗯哼 那你说什么时候去看 看完就两点 那你说什么时候看 明天看 可以吧 明天我也十一点 你们帮我作证 好的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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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宴 好可爱 看 终于可以吃这个栗子蛋糕咯 这个蛋糕好像已经硬化了 真的吗 你说还能吃吗 可以吃吧 我试试 必须的 可以的 这什么蛋糕 栗子蛋糕 栗子 栗子 那么我们就现在先吃蛋糕 然后吃完蛋糕 小姐夫高健离带我飞 期待 我回了 我是小姐夫 我们一起吃 那星期 感谢观看